Hello大家好,我是阿炒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鲁鱼非常好吃的做法 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喜欢吃鲁鱼 但怎么样做才能做出放丁的味道呢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只新鲜的鲁鱼 我们炒鲁鱼的时候最好是用鲜活的 然后我们把鲁鱼的鱼鳞给它刮掉不要 因为鲁鱼的鱼鳞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只要用刀臂给它刮干净就可以了 全部处理掉以后我们把肚子给它切开 把鱼肚子里面的脏东西全部给它处理掉 然后用剪刀把鱼鳞给它剪掉不要了 特别是背上的鱼鳞一定要剪干净 全部剪干净以后再把鱼头给它切下来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段 大概是两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以后再改刀把它对方切开切成小块 最后我们再给它切小一点不要切得太大了 如果太大的话不容易熟 把鲁鱼切成我们手中这样的小块就可以了 鲁鱼全部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下来准备一把小葱直接把它切成葱段 葱段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的皮的生姜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薄片 薄片切好以后和葱段放在一起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两个八角把它掰到葱姜汁里面 然后大满清水 下手给它抓拌一下抓拌均匀 我们要把葱姜给它抓出葱姜汁来 用来腌制鱼是非常的鲜嫩的 抓拌均匀以后再往鱼块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再撒上一点胡椒粉 一勺蚝油提鲜 再把葱姜水全部给它倒进来给它腌制一下 其实我们无论是腌什么鱼都不要放料酒和适应盐 那样腌制出来的鱼块不鲜嫩也不好吃 所以我们用葱姜水给它腌制就非常的鲜嫩了 所以我们这里也要多给它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腌制20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块新鲜的嫩豆腐 将它放到案板上对半给它切开 切开以后把豆腐给它切成厚片 不要切得太薄 豆腐全部切好以后 做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些大蒜给它切成蒜片 大蒜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蒜末我们也要多细一点 不要多得太粗了 全部切好以后 做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的皮的生姜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再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姜末切好以后和酸末放在一起 喜欢吃辣的再切几个小米椒把它切成小圈 小米椒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些葱白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也和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就是调个料汁 一小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勺鸡精 两勺的生抽酱油 一勺蚝油提鲜 少量的胡椒粉 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一勺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先放一边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我们把豆腐放到锅里 给它煎一下 我们煎豆腐的时候开成小火 放进来以后我们用筷子将它整理一下 整理平整 然后放动一下锅 让它收热更加的均匀一些 大概煎个一分钟左右 我们把豆腐给它翻拌 我们要把豆腐煎至两面 这样吃起来就外酥里扔了 所以我们把豆腐全部给它翻面就可以了 把另一面也煎至个一到两分钟左右 大概煎至两分钟我们再给它放动一下锅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腐差不多已经煎好了 煎成像这样子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 焦黄酥脆就非常的好吃了 然后把煎好的豆腐放到碟子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的鲁鱼也腌制好了 给它搅拌一下 然后把鱼块全部给它夹出来先放一边 接下来锅中不要放油 把煎豆腐的油再把鲁鱼放到锅里给它煎一下 这里也是开蒸小火慢慢的给它煎制 我们把鲁鱼也要煎至两面金黄 所以鲁鱼放进来以后 我们用菜籽将它整理一下 再晃动一下锅 让它速热更加的均匀一些 煎个两分钟之后我们再给它翻面 把另一面也煎至两面金黄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阿桃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等等您发在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行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翻回来以后我们把鱼再给它煎制一下 大概煎个两到三分钟左右 差不多就煎好了 煎成像这样子就非常的香 接下来就是把姜蒜末全部放到油锅里面 快速的给它翻炒 炒出蒜香味和辣味 炒下以后再把煎好的豆腐和鱼块 全部给它放进来 这里我们需要开大火 快速的给它翻炒 翻到均匀 让豆腐和鲈鱼融合在一起 再把调好的料汁淋入进来 料汁加进来以后快速的慢慢的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们炒至入味 所以我们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把鱼鱼给它整理一下之后我们盖上锅盖蒙个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时间到了我们打开锅盖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香了 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 然后快速的给它翻炒 翻炒均匀 再撒上一点葱段点滞一下 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好吃又入味的鲁鱼炒煎豆腐 我们就这样做好了 将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鲁鱼不腥不柴 不管是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的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豆腐吃起来也外酥里嫩特别的美味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